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太那个 你说什么叫过年好 我们大年三十我做了一个特别的节目 有朋友可能看到 有朋友不一定能看到 原因呢就是 今年这个年呢 应对了人家刘伯温的这个 石仇难过诸鼠年 也就是太白山记 我跟大家解释过 太白山记呢 它的处处有点模糊 它不像金陵塔碑记出处那么清楚 大凡真正 大凡就是它的隐喻 它的寓意很清晰的这种预言 都有这个特点 莱乌宗去无影 那跟这些瘟疫的概念是一样 莱乌宗去无影 武汉非典2.0 又叫武汉肺炎 那现在所有人都几乎世界的各大媒体都在报 把它都跟当年SARS相比较 到了今天的北京时间的今天的凌晨 全世界染病的人 就是确定染病的人 2002个 我们只能卡一个时间点了 包括在加拿大 加拿大多伦多出现一例 这个人从22号 22号飞机到了广州 从广州飞到多伦多 然后到了多伦多23号的时间 24号他就发病 但是在中国出现了一个场面 就是习近平下达命令在武汉封城 武汉叫九省通区 历史至今 没人能够把武汉封住 不可能的 在任何一个年代 包括日本的年代 包括过去的时间年代 在历史上出现过 中国人知道的历史事件 就是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 就是当时的军阀想封武汉城 从而诱发出整个的辛亥革命 所以有人就讲过 习近平再封城 是不是要诱发辛亥革命 而武昌起义是被中共定格为 是夺取政权的 打响夺取政权 枪杆子里头出政权的第一枪 同样是在武汉 那武汉的九省通区的含义 就是还是一个完全四通八达 是在中国地理物质 地理位置上的一个 一个最主要的交通枢纽 水运 南北市陆路运输 那空中呢 国际机场是中国吞吐量最大的国际机场 人流量超过了北京 超过北京 所以他的物理位置就造成 从从他的位置上 往东往西往南往北 在1500公里左右都可以到达 我不知道他武汉到到上海 古典也就这个数 也就是说如果你坐高铁的话 一个小时如果他要走 可以达到300公里了 我不知道国内是不是可以达到 我在欧洲坐过一个小时300多公里 甚至更高 所以在半天的时间 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之间 他可以下到 下到香港 往东到上海 往西进西藏 那往北 可以到北京 甚至到了黑龙江 刘伯文预言大劫来临 石仇难过朱鼠年 那就我们经历过几天之后了 我再看石仇的概念了 石仇他只不过是在朱鼠年当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整个的一个过程 这里跟大家解释是今天发生的一切是定数 世上有人行大善 遭此劫不上算 贫着一万留一千 负着一万留二三 贫富若不回心转 看看死期在眼前 没钱的 你相对还好点 有钱的更麻烦 一万里头留两三个 有钱的更麻烦 不就是报应吗 不缺德能挣钱吗 就这么点事啊 平地无有 平地无有无骨重 谨防四野决人烟 这是形容死人的状况 形容这场大瘟疫过后的状况 若问瘟疫何实现 但看九冬十月间 这是显现出来的 九冬十月间 我们先看到的 这都是阴历了 应该是在十月份 我们看到的费鼠疫是9月28号 那这个事情 这个现在看到的瘟疫 在香港的著名的学者叫何什么勇啊 他是在2003年非典时国家级的专家 是他统领当时香港去抵抗SARS 他在著名的医学刊物柳月刀上 前天登出的文章 第一个感染的人是12月1号 而且不是海鲜城 12月1号那时候的时间 是阴历的11月初级 其实应该讲瘟疫 那12月1号他已经发病了 那他感染的时候不就是九冬十月间吗 就是病毒出现的时候 所以那讲了一个时间 一愁天下乱 纷纷二愁东西饿死人 三愁胡广遭大难 四愁各省起狼烟 现在各地封城就是狼烟 就快打起来了 五愁人民不安然 六愁九冬十月间 七愁有犯无人食 八愁有人无一川 九愁尸体无人捡 十愁难过诸鼠年 所以上面讲的 从一愁到九愁 讲述了整个这件事情的状况 整个这件事情的状况 十愁难过诸鼠年 他讲述了这两年期间的相互的反应 那鼠年要到2021年结束 所以贯穿整年 当然他下面讲过了 若得过了大节年 才算世间不老先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故事 所以就我个人来讲 我只是跟大家讲 现在的概念就是 从诸年到鼠年 就是天灭中共的概念 中央决定由李克强代替 习总部署抗议工作 他跑了 他害怕了 他知道控制不了 出事了 所以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 弄完什么 是死了是活了是瘸了是呆了 要向他习总汇报 没招了 你把城市关起来 去阻挡空气的流动 天下有这么大的大傻瓜吗 你把空气关起来 你把这个几千万人都给困起来 然后这些人吃喝拉撒睡 全进了水里面 他在南方 他不是北方 这不是当年的北京的这个这个SARS 这不是小汤汤 你关里头 那是一个九省通渠的武汉 到处全是水 打个放鼻巴起嘴 戴口罩 不就是怕吐脉出去吗 可是几千万人在家里吃喝拉撒睡 退坛脆吐脉 全进了下水道 全进了水里面了 以武汉为中心的整个长江中部 他武汉这个湖北地区全都给封了 现在封城搞不好三四十个 那那个地方都是水泽之国 透过湖泊 透过所有那小溪归大江啊 全都进了长江了 你将看到上海的疫情会比他来的快多了 那谁都懂得这种病毒 在人的排泄物中是更加的厉害 如果排泄物是不是排泄物啊 所以玩命卖口罩啊 对吧 他过滤不出去嘛 这是根本跑不了的事情 那这在我 你前后看起来 我只是再次借助刘伯温的概念 跟大家讲跑不了的 贯穿一年的 如果按照他的时间上说 他说 就是铜达铁罗汉 南国七月初一十三 初一十三 阴历 阳历 八月三十一号 所以贯穿一年 欧美的学者 在柳叶刀上 柳叶刀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医学杂志 在上星期五登出的说法 二月四号 历春这一天 他到达二月四号的时候 逐渐开始起来 在这个武汉不下二十五万人染病 接下来出状况的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近乡 沦 叫什么 沦 我们现在最新的看到 在北京部分地区开始封城 在上海部分地区封城 封城本身已经变成了各地 为求自保而出现 从湖北省到湖南 江西 河南 安徽 他接洽的所有省份的省级公路 都被当地的老百姓 不是政府行为 当地的老百姓以各种方式 有拿掘土机把路给挖断 有堆起土的山道上 拿大石头 这么大石头 把山路结了 一看那都是村民 拿那个五尺把 爬钉在那爬砖头 爬出大石头 大陆人被共产党毁了 各个为自己 在东京 中国人抢口罩 把超市口罩全抢了 这就是中国人 从来没想过 你抢口罩的行为 搞不好是你出事的缘由 人不懂得道德 不懂得做人的准则 而这个大瘟疫的本身 就是淘汰那些贪婪的下奸者 拒绝神 拒绝神存在的人 淘汰的本身是 冲人的心病而来 不是谁 催了你口吐 就连这点道理都听不懂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